好,我来要协助4月份强政中的受灾户 尽快是恢复日常生活 来自台南的超级铁人蔡明仪 特别号召地方的乡亲 集资了捐赠36个全新的水塔送到花莲来 并由爱花莲基金董事长魏嘉贤代表接受 承诺会将这些资源妥善的分配给需要的弱势户 大货车上载满水塔这些全都是超级铁人蔡明仪先生 号召登陆社区正直辽胡伟辽饮料店跟台南在地三星人士合资捐赠 希望可以帮助到这次花莲地震中的受灾户 我是圣母庙路跑队水中 我做卯机是说这样 我们台湾地盘 可以全大家都全一点点 一千一千这样慢慢地累积起来 我们还有发生第2车 比5月30左右要再送过来 而这36颗全新水塔则将由爱花莲基金会 妥善分配给有需要的弱势户 那他们针对特别在低收 还是一些比较偏乡 比较做事的家庭里面 他们也主动的捐了36个 那其中18个交由花莲市这边 来统一来做相关的一个 针对低收跟弱势的优先来做相关的处理 那么在此要代表所有的乡亲 谢谢他们 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些需求的部分 来逐一的来给这些 需要的朋友们赶快装上水塔 让他们回复正常的饮用水 超级铁人才民意表示 4月份连续强症 导致许多灾民居住的房子都受损得相当严重 光是结构鉴定跟拆除都是一大笔费用 特别号召地方乡亲 大家省吃检用 集资送水塔 就是希望能尽点力量 一起为花莲加油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师报导